我们不是共同行事 我们只要政府做事 反对增加新移工国团体三日 在凯达格兰大道发起游行 看一政府临时宣布与印度签署移工合作协议MOU 协议期望透过引进印度移工 解决目前台湾缺工问题 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想要用游行的方式 我们想要去透过公共政策网络平台 这个政府给人民的一个发声平台 去做一个提一复一功能 走上街游行前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又因大选而关闭 让反对民众无从发声 因此反对增加新移工国走上街头 并提出四大诉求 包含全面暂缓新移工来源国 并要求政府提供有效的人民发声平台 同时增订与移工相关的管理办法 以及改善台湾劳动环境 从根本解决缺工问题 政府应该要先去做一个教导人民 或者是给人民一些缓冲 去认识其他国家的时间 对而不是贸然就是很倡促的引进 甚至大多数民众都不知道 除了文化层面的差异外 移工失联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根据移民署统计 截至今年10月 台湾失联移工人数高达8.5万人 平均100名移工就有11人失联 那现在政府没有政策或者是一些法规 能够去处理这个逃逸移工的问题 那如果今天这个劳力的缺口 是可以由逃逸的那些移工来补上的话 那今天还有需要去引进这些新的移工国吗 除了失联移工的问题之外 不少民众也担心 印度移工在文化脉络下的性别观念 将造成台湾更多社会治安问题 在于安全 女性安全上面 我觉得如果事情发生了 再来讲说 再来讲就有点太晚了 对 所以你不如最一开始 就应该去谨慎的去处理这一块 数十年前 台湾也以引进东南亚移工 作为缺工的解方 当时同样掀起民众对于治安的疑虑 如今面对类似事件 政府已有国内的经验参考 如何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成为政策通过后 需优先考虑的议题 这种东西都是在他们进来之前 可能就要透过相关单位的一种教育 或者说已经确定 可能要到台湾来工作的 印度的劳工朋友要有一定的了解 移工议题不只关乎文化与安全问题 更影响国内劳动环境整体结构的转变 也是本国劳工市场面临更大的冲击 政府未来制定移工的政策与配套措施时 仍需与劳固双方有更多的讨论 记者林石佑 胡王子航 台北采访报导